360秒人生課堂繼續開課 有請我們的創法人, 博Sir 謝謝… 有試過激勵人嗎?有試過嗎? 有嗎? 激勵人有很多種方法 有些人會用豐厚的回報作為理由 有些人會真心真誠地打動你 有些人會用什麼?激象範, 對吧? 不想認書, 就做好它吧 但一個小小的故事 又可以起到多大的激勵作用呢? 將時間交給我們的 國際級演講大師, 李玄華老師 李玄華老師, 國際知名演講家 企業管理學碩士 曾任國際金融武演機構評分導師 獲擾到世界各地進行售貨演講 地位千年 李老師將會以新方法 演繹今天的故事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個行動引擬 是透過這個行為 你了解我們的突破是怎麼發生的 帶了一個小道具在這裡 而且我要請一個小傻手出來幫我 大家掌聲給我們小傻手, 好嗎? 其實很簡單, 想你幫我 把一張貼紙貼在這個鋪上 非常好 你發現我們很多時候貼在這個位置 你不會問自己為何我們貼得這麼低 可以貼高一點嗎? 我覺得你不只可以在這個位置 大家可以給個掌聲嗎? 揭高一點 我非常好, 謝謝 如果最高一點可以嗎? 最高一點 對, 我保持它 高一點, 大家給個掌聲好嗎? 對 首先, 我們每個人在人生中 都是自己的習慣 那什麼時候我們的潛能 會被人激發出來呢? 可能是別人的一句話 一個要求 或者我們自己的思考 突破了之後 我們原本在這個位置 是我們可以成為這個位置的人 各位親愛的朋友 努力激發自己的潛能 我們也可以 謝謝老師, 請坐下 謝謝… 正所謂修身齊家 什麼意思呢? 修正好自己的特行 然後好好照顧好你的家 聽起來好像很簡單 但做到的人又有多少呢? 接下來這位演講嘉賓 他會將自己的家庭的租源 跟大家分享 讓大家上寶貴的一課 先請我們的特要嘉賓 他的故事也是很精彩的 我們有請Grace林牙絲 你好, Grace 你好 久不見 你好嗎? 對, 很好, 謝謝 兒子怎麼樣?乖不乖? 好, 小朋友很乖, 已經長大了 多少歲? 16歲 真是的 你有演講的經驗嗎? 做活動的演講歌 做私語時久, 當然沒有你那麼厲害 當然不是, 但你自己分享你的演講故事 會否有時說到自己都很感動 又會哭了? 其實很容易哭的人 真的 很硬纏的 所以一說起自己的故事 也會有感覺 是 起掌聲, Grace, 謝謝 謝謝 今天除了我的地獄嘉賓 李玉華老師 還有這麼多位現場觀眾外 還有兩位課堂小助理 做我的小幫手, 先介紹一下 各位觀眾好, 我是Angela 我是Monica 各位演場觀眾不用害羞 可以勇敢地發問 你們有什麼想法 只要舉一舉手 我們就會過來幫你 謝謝 正所謂天無絕人之路 當你人生遇上最大最大的困境 最大的難關的時候 你會覺得別走路了 糟了, 這是死路, 別走路了 不用怕, 繼續走 走一走一走, 你就會看到光了 曾經是歌手的可楠 經歷過極不願意的人生上半場 傷心失落之餘 還令她幾乎沒有一切 最終她如何和兒子共同跨過難關 可楠重新振作 尋回自我的過程 又是怎樣的人生課堂呢 你好嗎?Colin 你好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觸動心靈, 美美動聽 相信每位女士 都希望自己可以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婚姻 而我自己也不例外 所以我在2008年出道做歌手之後 很快我就選擇了結婚生小朋友 希望可以組織一個幸福的家 但很可惜 即使我在過去四年的婚姻中 我所體驗到的絲毫偏黑的開心 遠遠都比不上 我身體和心靈所受的傷 這麼大 我經歷了很多次家暴 我形容那種感覺 我家裡好像一個困獸鬥一樣 每一晚當我很期待丈夫回來 但都變成很緊張 因為不知道她那天是心情好 還是心情不好 我一直很賤經, 準備睡覺的時候 突然間聽到很大聲的關門聲 我心之不妙 我知道她一定是很不開心 於是扶我拿著睡 我一直都不說聲 我聽到她走到我床邊 不斷跟我說話 但我都沒有回應她 想不到一會兒她拿一盆冷水淋醒我 我真的很害怕 我一直以為啞隱 就可以繼續維繫我們的家庭 繼續維繫我們這段婚姻 直到我發現三歲的兒子 他懂得說 No, Daddy cannot hit Mommy 我聽到的時候 我發覺原來兒子知道 所以我決定我不可以 再去這樣 捱人 我決定帶著兒子離開 要過我們新的生活 但當時我毫無經濟能力 說出來好像很容易 但做起來真的很難 而且我的心靈那種感情的創傷實在太大 我只會哭,不停哭 每次都打電話給同一個朋友不停哭 但我那個朋友竟然有一天跟我說 他說你不要再打電話來和我哭了 你再這樣打來哭 真的覺得我很廢,很沒用 我告訴你為何你哭 是因為你沒有錢 其實他說中了我的死穴 我知道 但我對他說的話 我一直都可以哭著地否認 他繼續追問 你說要帶著兒子 你說要租屋 你有沒有看過樓價多少錢 你究竟要租多少錢 那你要多少錢才能養到你的兒子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發覺我覺得自己沒有能力可以做到 我只會答不知道 起初搬家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也是靠政府 他們寫出對家部的家庭 有一個緊急的援助基金 我們才可以有兩岸一上的錢 去租到這間屋 但是當我繼續選擇做歌手的時候 我真的不可能可以這麼穩定的收入 於是我一個人做七份工作 很多人都問我 究竟你做哪些七份工作 我教沖咖啡 教唱歌 做電台主持 做保險 還有一些市場的工作 甚至連動作特技演員也做了 我記得那天我做完動作演員 其實拍完那場打電影 我整個腳都是瘀傷 我回到家的時候已經很晚了 但我四歲的兒子還沒睡 他醒著等我 然後我突然很感觸 我看著他 我覺得很內疚 因為我覺得很對不起他 我跟他說 對不起,Jean 我不是一個很好的媽媽 我沒有給你一個很幸福的家 但是媽媽, 賺錢不擅長 我每一天其實已經用盡了很多時間 基本上盡力想去找多點錢照顧他 我想住好一點, 我想穿好一點 我想他可以有多一點玩具 他一邊摸著我的腳的瘀傷 然後他都眼紅紅眼濕濕地看著我 我們就是這樣兩個人一起抱著哭 但是這個畫面對我來說 印象很深刻 它令到我 就算之後我再遇到任何的困難 我也不會放棄 這也是我的很大的原動力 我沒有放棄唱歌 我繼續去儲錢給自己每一年出一首歌 我記得有一次 我去到電台派台的時候 電台主持人說他記得我 他說我記得你 你就是那個一年派一首歌的歌手 是的, 我真的一年派一首歌 但其實這首歌是我很辛苦做事 以及很辛苦地儲錢做出來的歌 他這個輕描淡寫的東西 但對我來說 就像一把刀一樣似在我心裡 但也是因為他這句說話 我更加努力去努力 更加再做多點事 帶著兒子生活, 過了七年 經歷了很多事情 自己也付出了很多努力 我回望回自己 直到現在, 我擁有自己的餐飲工作 餐飲事業 我可以繼續出歌、做音樂 甚至最近我還涉及到外蒙古拍戲 當我去到外蒙古的時候 我站在大草原那一刻 我發現原來這個世界是這麼大的 原來我們眼界可以看到這麼多的東西 以前我很介意 報紙傳媒經常說我是單親媽媽 說我是家暴可南 我很不喜歡這個名字 真的很介意 但我現在不介意 因為成為單親家庭 或者是面對家暴 是我們不想, 也不能選擇的 但我沒有放棄我小朋友 我繼續很努力 我選擇了很正面積極地去過的人生 賣出我的康莊大道 所以關鍵就在於我們選擇 這一刻我選擇了堅強地面對 我相信你們都一樣可以 比我更加堅強地面對 謝謝 Race, 你聽完Coleen的分享 你自己有什麼感受 有些新鴻感受的感覺 因為我自己也是一個單親媽媽 照顧小朋友 也經歷了很多事情 很觸碰, 很有感觸 那時候兒子就是最大的動力 令你繼續走下去 她有沒有試過跟你說過什麼說話 令你覺得很感動 她沒有特別說過什麼 但我一有事, 她會立即抱著我 或者親我一口 這個感覺已經很強 李老師, 你聽了可蘭的演講 你覺得怎樣 我很感動 而且我很驚訝 因為你很勇敢, 你選擇愛 尤其是小朋友知道 剛才你那句說話說 爸爸想起媽媽 那一刻我是很觸碰的 因為小朋友知道什麼是愛 現場觀眾, 有沒有一些說話 想跟Colin說 或者你聽完她的演講之後 有什麼想發表一下 很感謝你 很有勇氣去分享這件事 知道你一路走過來也不容易 我相信很多人都經歷過 在感情上會有破裂 去到哪一個點 除了小朋友之外 令你覺得真的要結束這段關係 我已經忍受到我 但小朋友不可以 因為會藉進他們的潛意識 所以我要制止這件事 但唯一制止了 我要優化包裝好這件事 其實是因為我們不適合 大人不懂相處 與你無關 但因為在這個處境 媽媽一定要很努力地工作 所以你說我最大的動力 一定是兒子 所以我覺得掌聲是要給我兒子的 剛才你說你和兒子 關係是很接近的 是很緊密的,算不算嗎 關係一定是緊密的 因為從小時候 寶寶都是自己帶著的 照顧著他 有時候也會有激氣 會有這些開心、不開心、生氣 他說應該是白錦交集 才是一個真正完整的環境 對,其實他很疼愛你 你不知道嗎? 我不知道 你看… 你看看後面 原來我送點東西給你 媽媽,我支持你,加油 媽媽,我支持你,加油 是嗎? 這張卡… 什麼時候畫的 在你不知情的情況下 就是兒子製作你送給你 我的愛的媽媽,我愛你 我愛Eugene,對吧 這個禮物送給… 謝謝你 偉大媽媽的領導朋友 給你掌聲,我們… 謝謝 雨後的彩虹更美麗 磨爛後的人生更廢話